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美国总统拜登访问了亚洲两个国家韩国和日本 这里有个大背景是这样的 由于2月24号开始俄乌发生了冲突 那么美国外交的注意力当然就是到欧洲去了 但是这几年美国一直有一个想法 要把全球战略从欧洲移到印太 所以它这个注意力转移 当然就使得印太这里的盟国伙伴就有点担心了 会不会把中国给忘了 把印太给忘了 它最近一个比较大的动作 亚洲政策的动作就是访问韩国和日本 而且安排很巧妙 它第一站是韩国显示对韩国的重视 这是二战以后比较罕见的 二战以后美国总统要是访问韩国和日本 一般都是先到日本再到韩国 这次先把韩国放在前面 韩国挺高兴的 挺受用的 所以特别重视 日本有些网民我看酸溜溜的 但是你要是看这个内容 这个访问内容 其实这一次亚洲执行的重头是在日本 这一次亚洲执行的核心就是要提 印太经济合作框架嘛 那个这是在日本 然后四方会谈也是在日本 所以日本其实重头戏 程序上韩国优先 内容上日本优先 那么在日本访问期间呢 最引人注目的呢 就是一个所谓的口误 23号就是周一嘛 日美首脑会晤完了以后 岸田首相吧 和这个拜登总统就见记者 那么在记者会上呢 发生了一个插曲啊 就是有西方记者提问 说在乌克兰 美国就没有排兵干预 对吧 只是给点武器 但是如果在台海 这个发生同样的事 美国会不会进行军事干预 结果呢 拜登回答了一个肯定的回答 yes 那么这个就引起了很大的那个争议啊 这个我记得23号当天 所有的西方媒体都感到震惊嘛 这个当然 这个拜登 这个总统讲完之后呢 马上啊 白宫就出来这个补台了啊 就弥补他这个口误 说是口误啊 说我们那个政策没有变 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啊 紧接着呢 这个国防部长奥斯汀也说了 这个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啊 这个所以国防部和白宫都出来 那个弥补这个口误啊 那么后来西方媒体也来 那个找那个补啊 说是拜登脱稿了 嗯 他就是随口讲的啊 那么很多朋友也注意到同一天 美国的老资格外交家 基辛格先生呢 自评先生 参加了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大家知道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 在西方还有很有影响吧 那到过去两年 因为疫情就没有线下开啊 今年5月22到26是线下开 当那线上线下结合 像那个基辛格基老啊 他就没没没去啊 他是从纽约这个这个这个视频啊 那么在这个视频里面呢 他专门谈到了中美关系 这个他很担忧 嗯 他对现在美国政府啊 哎呀没有处理好 台湾问题很担心 嗯 他认为台湾问题啊 成了中美关系 现在一个核心内容 这个对中美关系很不利啊 然后呢 对现在美国政府 想把这个模糊战略清晰化 他是非常担心的 这也是同一天吧 还是上午就出了好多事啊 那么最最最最主要的一个 一个核心的一个变化啊 就是拜登比较明确的 这个表示啊 如果这个大陆对台动 美国要军事干预 呃这就引发了这个争议嘛 因为这酝酿着中美的冲突 酝酿着巨大的灾难嘛 这个所以那个西方媒体就报道很多 然后美国政府接连澄清啊 好第二天 24号这个当那个扩的峰会 就是那个美日英傲四方峰会结束 他又有一个记者会 对吧 这个时候呢 又回答了一个跟台湾有关的问题啊 又是西方记者提出来 说这个你昨天那个讲话 是不是意味着美国的对台政策 从战略模糊走向了战略清晰 结果这次他否认了 他说我们还是战略模糊 所以就带来了疑惑啊 呃因为有些人注意到 拜登先生呢 这一年半吧 到现在从执政 去年1月20号执政到现在一年 接近一年半了啊 三次出现了口误 呃都是说在中国大陆啊 这个武统台湾的时候 美国要军事干预 这个美国的官方立场啊 模糊战略立场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不是一次这么口误 是吧 是三次 所以也有些人认为呢 虽然啊 这个他每次讲完 白宫啊都出来强调 一个中国政策没有变 模糊战略没有变 但是啊 他连续的口误 连续三次 说明他是真心有这个想法 这个我们就接受啊 美国媒体的解释 他是口误 他是脱稿啊 但是他连续三次讲 说明真是他有这个想法 是吧 因为口误 其实很代表一个人的内心想法的 这就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了啊 就是至少在拜登心目中 和拜登团队的一部分心目中 他们是有这个想法 把美国的对台政策 从战略模糊 走向 或转变成战略清晰 这个清晰呢 就是明确的表示 要进行军事干预 这个就对我们的对台政策啊 这个提出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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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挑战吧 当然我就就我来理解呢 我们对台政策呢 这个历来是这样的啊 就是我们首先以最大的诚意 最大的耐心寻求和平统一 这一点在习主席最近的讲话当中讲得很清楚 是吧 这是我们的主流 我们一定要实现国家统一 我看那个24号吧 就是拜登23号讲话 第二天咱们那个外交部就回应嘛 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啊 就强调了说任何力量 包括美国 是吧 没有能力啊 阻止中国走向统一 而且呢 他引用了这个 这个这个 呃 我的祖国啊 这个 这首歌里面的词啊 朋友来了有美酒 才狼来了有猎枪 对吧 这个 这说明我们 我们这方面的决心很大的啊 就是我们肯定要实现国家统一 但是我理解呢 我们的主流 想法还是最大诚意 最大努力 寻求和平统一 嗯 但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从来没有放弃啊 这个 使用 这个武力啊 这个这个 来粉碎台独的企图 美方呢 是这样的 就是过去呢 一直在台湾问题上保持模糊的 包括他 79年4月份 推出那个与台湾关系法 他其实也是模糊的 根据与台湾关系法 就是国会授权总统 采取一切措施啊 确保 这个美国有能力啊 干预台湾事务 那么但是他具体的这个内容 是模糊的吧 是什么样的方式 什么样的能力啊 这个 他其实是授权 是很模糊的 所以从法律 到具体的战略 原来美国一直是模糊的 而且他们认为 就很多美国的战略家认为 模糊战略对美国有利啊 模糊战略 对中国大陆是个威慑 在模糊战略当中 是有这个可能性 亲自进行那个 那个军事干预的嘛 所以对中国大陆是有威慑的 但模糊战略 他们认为 对台湾其实也有制约 因为模糊战略意味着什么呢 美国不是 百分之百 保证那个 一定要军事干预的 所以台湾你得小心一点 是吧 你别我 而且美国的战略家认为 模糊战略对美国挺有利的 在两岸当中 都有操作的空间 所以法律上是模糊的 战略上是模糊的 而且美国的战略家认为 这对美国挺有利的 所以一直就 模糊战略就延续下来了 但是现在呢 确实有一种东西 有一种倾向 值得我们重视 由于美国把我们中国 中国大陆 当作第一战略对手 美国打台湾牌的那个 意愿 动力越来越强 然后聚集的操作呢 就是口头上 一个中国政策不变 但行动上 实践上 正在把一个中国的基础 在掏空 是吧 原来美国对台政策 主要是两点 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一个呢 就是与台湾关系法 最近你看 他加了一个 叫六项保证 六项保证实际上是我们中国坚决反对的 对吧 但是他把它加进去了 虽然他的口头 那个承诺的一个中国政策没变 他行动上 真是在 在 在改变一个中国政策的含义 在掏空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 对吧 这是一个危险 另外一个危险呢 就是跟俄乌冲突有关 由于在俄乌冲突当中啊 俄罗斯的军事表现呢 比预想的差 然后美国一部分战略界的人士呢 就开始有想法了 什么想法呢 按照他们的逻辑呢 俄罗斯啊 原来啊 美国认为啊 军力是比较强的 现在一看 俄罗斯的军力这么拉垮 然后他们印象里面呢 中国的军力呢 要比俄罗斯要差一些 你看俄罗斯都这么拉垮 那中国军力更不值得一提了 那其中有一种思路呢 就是要进一步炒作台湾问题 学那个乌克兰 因为在乌克兰那里 美国是把乌克兰当代理人嘛 牺牲乌克兰 来伤这个俄罗斯 他现在也有个思路 说干脆把台湾牺牲掉 然后伤中国大陆的发展势头 在这个背景之下啊 拜登有三次口误 那么不由得 不让我们警惕嘛 对吧 那个 然后呢 我注意到啊 现在咱们 这个 至少是外交部发言人 现在这个 讲的是很清楚的 我们 在这个台湾问题上啊 这个立场是非常坚定的 那个 我们维护 祖国统一 祖国领土 完整的决心呢 是坚定的 而且是有能力的 而且呢 黄文斌 这个24号说了一个词叫 说到做到 这个说到做到这个词呢 很多朋友都注意到啊 实际上呢是 这个负责外交事务的政治局委员 杨洁篪先生 先说的 5月18号 这个中央外办主任啊 政治局委员杨洁篪 应邀和拜登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杰克·沙利文啊 通电话 那么 整个对话呢 我看 这个核心 至少从中国角度来讲 核心当然是这个 台湾问题了 就是对 美国那个言行不一 提出了批评啊 然后对美国现在的 内部的那种危险倔向 发出警告 最后啊 那个 这个杨洁篪政策局委员呢 就说了这个 这个这个词 我们 维护国家统一的决心啊 是会坚定的 我们说到做到 从这个美国的动作 我们可以看出一种危险 是吧 他真的要挑 挑事 在台湾问题挑事 而且有可能军事干预 那么从 我方的表态来讲呢 我觉得我们现在 领导生应该讲 对形势的判断是清楚的 对形势的严峻性是清楚的 那我做的准备呢 正在那个加速进行中吧 这个 就就 我是个普通平民啊 就我看最近的那个 我军呢 动作还是挺多的 你看最近 央视的一些报道啊 动作非常多 包括最近这个 辽宁号 是吧 有一个编队 到西泰 是吧 进行演习 而且时间非常长啊 实战演习非常长 那个 然后 还有一系列 我军的实战演习啊 都是针对性非常强的 我个人也有个大判断啊 就是截止到今天 咱们中国中央政府的立场啊 在台湾的立场是这样的啊 就是国家一定要统一 嗯 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 这是十九大讲的 啊 那么 后来有多次重申的这个立场啊 就是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 也就是 这个 这个解放台湾 这个 那么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必然要求 所以这个立场很坚定 我们的对台政策 从过去防毒 已经全面转向了 出统了 就一定要统一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 截止到今天 确实还是以最大诚意 最大耐心啊 追求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 第三点呢 就是面对形势的恶化 台湾问题可能提前爆发危机 我觉得中央还是在 扎扎实实做准备的 这个 这是多方面的啊 就就我理解啊 这个 现在很多动作 其实都是 跟那个 那个 最终解决台湾问题有关 那个 首先还是这个 国家发展战略有变化 比如说 这个我们原来的 这个国家发展战略啊 叫两头在外 大进大出 国际大循环战略 这是80年初确定的 那么 到了这个前年 2020年 19届五中全会 就提出新的国家发展战略啊 叫做双循环 内循环为主 内外循环相互促进 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作了 是吧 这个我们要依托国内市场 再加上我们 推动了我们自己能控制的外部市场 比如说一带一路 就是我们国内的市场要盘活 在国际上 这个我们通过金庄国家呀 上核组织啊 一带一路啊 我们搞一些我们的那个市场 两个结合啊 这样就 跟以前那个国际大循环战略就不太一样了 就是跟 以前的国际大循环战略相比 对美国为主的西方市场的 依赖性就下降了 所以这是一个大的一个情况啊 就是从这个双循环提出开始吧 我觉得我们的发展战略就有很大的调整 而这个调整呢 我觉得有一个考虑 就是跟台湾有关 是吧 另外呢 这个 我记得去年 就21年的8月 政治局会议啊 习主席专门强调一个加强国家战略储备 这个 所以国家战略储备也在做 那么至于说军力调整 那是一直在做了 我个人比较重视就是4月23号 海军节 是吧 前后 是不是一批海军新装备出来了 对吧 再讲这都是威慑嘛 所以 我的理解啊 就是中央啊 这个针对美国的这种战略变化 要打台湾牌 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啊 我觉得中央是知道的 很清楚的 而且有对策 这个对策应该是有效的啊 那么如果 美国啊 在现在的这条道路上继续往前走 是吧 继续打台湾牌 从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 那么确实啊 台湾问题的危险性是上升的 爆发冲突的可怜性是上升的 所以我想每一个中国人呢 都要意识到这个危险 都要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这个 万一危机真的被强加到我们头上 是吧 我们要万众一心啊 同仇体概啊 这个一举就解决台湾问题 那么我本人呢 是个军迷啊 那台湾问题上 我并不是真正的专家 我是感兴趣 那么我的综合观点是这样的 咱们中国政府啊 这个对台政策是正确的 那么对现在的形势变化 带来危险也是有准备的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方面啊 美国方面呢 如果啊 还保持错误的心态 是吧 居高领下 傲慢 这个冒险打台湾台 那么 真的有可能在台湾问题上 爆发中美冲突 爆发危机 那么如果 美国清醒啊 这个 能够悬崖勒马 那么问题倒不大 如果继续往前走呢 这个 我们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吧 遇到这么一场危机 那么如果危机真的爆发 结局如何呢 我是偏乐观的 我认为我们中国大陆 能赢得这个祖国统一之战 解放台湾之战 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啊 就是现代文明是工业文明 工业文明的基础 现在制造业 新中国从19年成立到现在 73年最伟大的成就 是吧 就是把这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 所以这就是中国 民族复兴的基础 这就是我们解决台湾的底气所在 我个人的观点啊 就是我们的常规军力 应该是全面的超过了俄罗斯 这个美国那部分冒险派战略家 对形式的评估肯定是错误的 是吧 他们的观点是俄罗斯的军力比中国强 俄罗斯不行 中国更不行 他们这个观点吧 这个观点不对 这个中国的常规军力 应该是超过了俄罗斯 至于是核军力呢 原来核战略就是够用就行 那么这在冷战时期可以的 够用就行可以的 为什么 因为冷战时期美苏在对抗 美国的主要核力量是对付苏联 是吧 这个时候中国保留一个 有限的核武库就够用 现在不行了 现在这个美国把我们当主要对手了 这个时候你还是一个 很小的这个核武库啊 是不够的 所以必须发展核力量 那么常规军力上去了 核力量也上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啊 在军事现代化方面 应该讲成就非凡吧 那么总体实力 应该在俄国之上排世界地 那么至于说在台海这个地方 应该我们是有优势的 所以呢 我的结论大概是这样啊 就是美国这个相当一批 这个战略界人士 现在可能是在犯历史心出 这个拜登的三尺口误 可能是代表这种心态 而这个心态肯定是不对的 像奥斯汀是吧 他作为国防部长 大概开始了解情况 所以他开始比较谨慎嘛 真正的军方领袖 马克米利 奥斯汀都很谨慎的 然后呢 基辛格作为传统的老派政治家 也挺谨慎的 这个所以我觉得奥斯汀和基辛格是对的 拜登及其背后的冒险派 他们是错误的 但很可惜啊 他们这帮错误的呢 现在是在掌权 在权力的中枢 是吧 所以这就有个危险啊 这个他们可能低估 中国的能力 中国的意志啊 然后呢 要冒险打台湾派 最后引发冲突 如果真的这个冲突发生 我的推散啊 我会引 美国会自取其路 所以 我希望啊 我们中国政府呢 这个这个 在台湾问题上 要多发一些明确信号 那个像5月24号 根据新华社的报道 5月24号 是不是中俄联合啊 进行空中巡航 是吧 这包括日本海 中国的东海啊 还有西太平洋 就日本的东边 这个走了一大圈啊 这个这个就是很好的动作 最近的辽宁号 主动出击啊 到西太平洋 联合军演长达10天 也是挺好的 台湾问题是中美 关系当中最重要啊 最敏感的问题 一定要处理好 那么 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 现在的政策 大方向肯定是对的 这个要追求国家统一 要追求 以最大努力 追求和平统一 对吧 这个但是呢 由于这个美方的这种 这种错误思潮的出现吧 这个地方发生 强加给我们的军事冲突的 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我们必须在 预设啊 这个发生的军事冲突方面 做好全面的准备吧 5月13号啊 拜登总统的 所谓的口误 是一个信号吧 我们要重视这个信号 然后要扎扎实实 在台海问题上 在台湾问题上啊 做好我们该做的事 这样呢这个应该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吧 好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